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简单的和我们的这个连接相关的几个命令 那其实呢,这几个我们也是见过的 可以一起来简单看一下 好,和连接相关的 连接相关 那我们在连redis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 cd.redis64 redis-cell 还是打开一下我们的客户端 redis-cli 连接之后呢,这是我们直接来连的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器和我们客户端之间是否相通 可以通过一个ping命令 如果是通的状态呢 是不是得到一个pung呀 对吧 那这个ping命令呢,就通常是用于测试我们和服务器之间的连接 是否仍然生效 或者说可以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延迟值 都可以比较简单,拼命令 都可以比较简单 拼命令得到一个pung 对吧 拼 测试和服务器之间 是否是否连接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会得到一个pung 如果服务器运行正常的话 会得到pung 这比较简单 那第二个和我们连接相关的命令 第二个 像我们可以echo一个 echo呢 就直接来打印一个信息 对吧 打印 一个特定的信息 对吧 你要echo一个message 我们可以随便的echo echo一个 this is a test 没有加引号 你看 出现的结果就是一个 this is a test 比较简单 this is a test hello world 你想输出灯 什么都可以 world 这样的效果 第三个 如果说想退出连接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quit 这个命令呢 直接就是代表 请求服务器关闭当前客户端的连接 请求服务器关闭与当前客户端的连接 对吧 一旦所有我们等待中的这些写的这些命令 都顺利的写入到我们的客户端 那这个连接呢 就会被关闭 那现在你直接测试一下 写上一个quit 你看直接退出了 服务器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再连 redis.cli 又连上了 这样的效果 接着你写个exit 是不是也可以退出啊 对吧 不只有我们的quit exit也可以退 接着再来连 包括你写成一个 Ctrl-C 是不是也退出了 同样的可以再来连 这样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写成shadowdown 就关闭了 not connected 那再看一下服务器这边 是不是也退出了 shadowdown直接来关闭我们的服务器了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你还要再开启我们的服务器 redis.server 好又开启了 那这一块呢 我可以再来连一下啊 redis.cli 连上了 这样的形式 可以写quit 包括exit 也能退出我们这个啊 请求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关闭当前客户端的一个连接 但是如果写的是shadowdown 我们直接写过 是不是直接关闭服务器 和客户端 都关闭了 这样的效果 其实再往下 还有一个 其实呢 主要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一个身份验证的命令 你看到之前我们在连接我们的服务器的时候 是不是都没有写过密码啊 对吧 那像我们使用mysicle 你在连接服务器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指定一下这个用户的密码 那像我们的redis呢 同样的你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身份验证 因为我们这个redis呢 这个速度相当快 所以说呢 如果在一台比较好的服务器下 一个外部的用户呢 就可以在一秒钟进行 15万次的一个密码尝试 它可以进行尝试你的密码 当然呢 如果你没有密码呢 就更 就不用尝试了 直接就登陆进去了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有密码的话 它可以一秒钟进行150万次的一个密码尝试 所以说呢 你需要假如说你要有指定密码的时候 就需要把这个密码指定的强大一些 否则呢 它就可以进行一个暴力的破解 这一点也需要知道 那现在你想指定我们的密码 可以通过几种形式呢 可以通过两种 第一种呢 可以通过我们配置文件中 可以指定 Redis的身份验证 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Auth命令 Auth这个命令 那接着呢 你可以通过两种形式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Redis配置文件中 有一个require QU requirePath 这个选项 那这个呢 这个选项的值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密码 这是一种形式 可以用这个密码 来保护我们的Redis服务器 我们可以来打开看一下 Redis 在这儿 打开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 搜索一下 Redis require require 这儿 你看到默认是关闭的状态 没有开启 你可以在这儿来指定一下 Redis的密码 当然呢 这个呢 是比较简单的密码 我们也没有开启 这是一种形式 requirePath的选项 那第二种呢 你还可以通过 configure set require Path 接着呢 来指定一下你的密码 也可以 这两种都行 这两种形式都可以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如果你开启了密码保护的话 我们每次在连接Redis服务器之后 就需要使用Auth命令 进行一个解锁 来输入这个命令 进行解锁 那解锁之后呢 才能使用其他的Redis命令 当然呢 你也可以在连的时候 指定一下我们的密码 都可以 来带着你来试验一下 现在看好了 我们没有加密码 连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configure set require Path 密码的是一个King 成功 成功之后 这一次我们再tiss一下 信号 你看到 是不是需要 noAuth 没有这个验证呀 你需要验证一下 那验证的时候 通过什么验证呢 就通过Auth命令 来进行验证 Auth命令 接着写上你的密码就可以 你看到OK OK之后 你再写上相关命令 就像已经解锁了 才可以来用 现在没有 你set一个case 1 get一个case 1 case一下 你看到 这是有的 这样的效果 需要通过Auth来解锁 解锁 那有了这个之后 你看我们再来 再来打开一个客户端 接着 cd.radis64 radis.cli 进来之后 你说我再看一下 里边有哪些键 case一下 是不是还要进行一个验证呀 对吧 因为你已经开启了 我们的密码保护了 那这一次 我们通过Auth进行验证 如果你写上一个错误的 Aerror pwd 这时候我告诉你 Aerror invalued 非法的 一个错误的 一个密码 当你写一个正确的时候 这就进去了 写一个key 成功 接着你再来case一下 好 得到了 相关的 这是一种形式 通过configure set require pass的选项 来指定一下我们的密码 当然这个密码 是比较简单的 你在设置的时候 防止我们的暴力破解 你是不要写上 复杂一点的密码呀 这样的效果 那你也可以在连接的时候 指定一下我们的密码 在连接的时候指定一下 cd.radis64 那现在你想连的时候 radis-clr 可以跟着一个-a 空格加上密码 成功 再case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可以跟上-a author的缩写 所以说 可以在连接的时候 可以登录进来之后 进来之后 通过auth命令 进行解锁 或者进行验证 也可以在登录的同时 连接的时候 通过 然后呢最后一个呢 这个其实我们也见过 选择一下数据库 比较简单 select一下 选择 数据库 那数据库默认的 所以是从0开始的 你可以写上一个select 0 9也行 再select 0 都可以 通过它 来选择我们的数据库 这样几个和连接 有关的简单的命令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主要看一下 我们这个author命令 这个呢是一个新的 如何通过密码 来进行一个redis 服务器的保护 进行一个身份验证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